宋贞宗御驾亲征上战场是被扣准逼的吗? 宋贞宗御驾亲征上战场是被扣准逼的吗?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9月,辽军扣送,直扑蟬州金河南省濮阳城下,宋贞宗在扣准的立柱下,御驾亲征,致使宋军精神被增,终于在蟬州给辽军已有力的反击, 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宋军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无的 于同年12月,宋辽双方定立了合约,这就是历史上昭明的禅渊之盟 从此以后,辽国就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入侵,宋辽边境干戈明晰,贸易繁荣,人民生活安定,扣准在这个宋辽最重要的盟约中,做了一些什么呢? 从积极抗敌到定立禅渊之盟,扣准宫贯朝臣,朝野上下,有目共睹,但是,有功之臣却由此招来不测之祸 至到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驾崩,太子赵恒即位,侍卫宋真宗,扣准人尚书公布侍郎,宋真宗很早就想让扣准做宰相, 只是担心他性格刚直,难于独自担任 辽国承宋主心力,更加频繁地骚扰边境 贤平二年公元999年,辽军大败宋军于高阳关,亲河北高阳东,扶宋军都不属,大略而还 贤平六年公元1003年,辽军在清高阳关,宋军赴都不属,又被扶,并降辽 这两次战争极大地震惊了北宋朝廷 景德元年,边境高级文书行传,说辽军又要大规模入侵了 趁年六月,参职正式毕诗安,向宋真宗推荐扣准为奖 毕诗安说,扣准天资忠义,能断大事,至身殉国,禀道集写 眼下北强入侵,只有扣准可以御敌宝国 八月,扣准与毕诗安同日拜相,扣准以及贤殿大学士的官职,排在毕诗安参职正式之下 九月,辽圣宗和其母萧太后,律二十万大军,从幽州出发,向南推进 辽军攻定州,金河北省定州市,被宋兵阻击,便把兵封转向东南 当辽军南下,提出以西武制的时候,朝廷上层人物大多惊惶恐惧 宋真宗也表现得惶恐不安,参职正式王新若是江南人 主张迁都金陵,书密副使陈瑶索是四川人,提议迁都成都 只有扣准与毕诗安坚决主张抵抗 当宋真宗问他们的意见时,王新若,陈瑶索二人正好在场 扣准明知迁都之意就是王,陈提出的 但他却假装不知,对宋真宗说,替陛下筹划迁都计策的人,最可傻头 现在,陛下是神明威武的皇帝,武将和文臣都很 团结,如果您能御驾亲征,敌人自然就会逃跑 或者出骑兵打乱敌人的计划,坚守阵地消磨敌人的士气 使敌人困乏疲惫 从疲劳和安逸的敌我形势来看,我们有必胜的把握 为什么要抛弃太妙态舍,到处,处这样边远的地方去呢? 如果这样,人心就会崩溃,敌人就成尸而入 天下还能够保住吗? 扣准的意见终于阻止了妥协派逃跑避敌的主张 为了消除王新若对宋真宗的影响 扣准把他从宋真宗身边,调到天雄军前线去防辽兵 扣准派探子到前线侦查情况 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制定了一套抗敌方略 同时,扣准特别强调 为了鼓舞士气,争取更大的胜利 宋真宗必须度过黄河,亲临前线 扣准一方面同妥协派斗争,一方面积极被战 他派人到河北把农民中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 加以训练,发展民兵队伍 并规定,河北民兵杀敌,所在官军营给已生缘 民兵中有杀敌立功者,同样给予奖赏 扣准还派人携带前务,为劳河北驻军 并出银三十万粮,交给河北转运使 用来收购军粮,充实军资 十月,辽兵攻下七州,金河北宝定安国使 向东南推击,经被州金河北行台青河县 直扑蝉州城下 这样一来,不仅河北大片领土陷入敌手 而且紧隔一河的都城汴京 金河南省开封市,也暴露在辽国骑兵的威胁之下 事实摆在面前,只有坚决抗敌才是唯一的出路 胆怯的宋真宗在寇准的督促下,终于决定亲征了 但朝廷内仍有不少人对抗辽没有信心 以有病或心象不及为借口 不愿随驾北征,并对寇准促使宋真宗亲征说三道四 在寇准的督促下,宋真宗让雍王留守惊师 自己起架背上,当车架缓慢行之围城,金河南省华县东南,时 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雪片般从前方飞来 陈辽中又有人劝真宗到金陵躲避敌风 于是真宗又动摇起来,寇准十分懂得把握军心民心和取威决胜的军事法则 他提醒真宗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机的情况下,只可禁止,不可退寸 禁则士气倍增,退则万众瓦解,殿前都指挥士高穷也支持扣论的意见 宋真宗车架终于北京到达蝉州,宋时,黄河从蝉州流过,将蝉州城一分为二 辽军以礼北城附近,宋真宗不敢过河 只愿驻扎在南城,寇准立请渡河 真宗犹豫不决,寇准对高穷说 太尉承蒙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 高穷说,我是军人,愿意死殉国 于是寇准与高穷商议了一番,便一同去见宋真宗 寇准对宋真宗说 陛下主果认为,我刚才的话不足平息 可以问问高穷,没等真宗开口 高穷便说,寇准的话不无道理 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僵尸 他们不会抛弃家中老小随您先渡 只身逃往江南的 接着,高穷便请宋真宗立即动身渡河 疏密院士逢长在一旁喝则高穷 对宋真宗鲁莽,高穷愤 施道,你逢长只因为会写文章 官做到梁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 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 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 高穷命令卫士,把真宗的车架转向北城行进 渡过福桥时,高穷简直是在驱赶卫士前进 当真的黄龙旗在蝉州北城楼上衣吐血 城下北宋的兵民,立即欢声雷动 气势百倍,宋真宗到蝉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 仍回南城行宫,把寇准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 宋真宗几次派人探视寇准的举动 寇准与之至高洋溢 在城楼上喝酒下起,十分镇定 看到寇准胸有成竹的样子 宋真宗悬着的心也放下不少 自辽国入侵后,各地军民英勇抗敌 辽军虽然号称二十万,却是孤军深入 攻击现场,粮草不济 十月以后,辽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施力 尤其是宋真宗亲临北城时 辽军先锋削踏揽在蝉州城下 被宋将用精锐的床子弩射杀 极大的动摇了辽国军心 因此辽国削太后极大丞相耶律龙运 估计在战场上奥不到什么便宜 便转而向宋朝一和,企图从谈判桌上 获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 宋真宗本来就没有抗敌的决心 几乎在他离经亲征的同时 宋朝的一和是杰曹利用 也被派往辽军营 曹利用当时是一个职位很低的官员 在辽宋对垒的过程中 曹利用总是往来与两军之间 辽圣宗和萧太后也通过前一年望都之战中 俘虏的宋江王继忠和曹利用联系 辽人提出的一和条件 只要宋归还后 周世宗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 宋方的条件是 只要辽国退兵 可以每年给辽一些银 卷 但不答应领土要求 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 最后 终于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 剩下的问题 就是每年给辽银卷的数量 曹利用临行前请示宋真宗 真宗说 必不得已 一百万也可 曹利用从宋真宗的行工艺出来 就被一指手扣在门外的扣准叫住 扣准叮咛他说 虽然有圣上的旨意 但你去交涉 答应所给银卷不得超过三十万 否则 你就不必再来见我 那时我要砍你的头 扣准始终反对一和 主张成事出兵 收复师弟 主战派将领 宁边军都部署扬言招 也以辽军兵辟 可席而兼之 并可趁机席夺 幽烟数周 但由于宋真宗轻心意合 妥协派又占了上风 他们攻击扣准 用兵自重 甚至说他图谋不轨 不得已 扣准 扬言招等 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在妥协派的策划下 于同年十二月 宋 辽双方定立了合约 这就是历史上昭明的禅渊 这次禅渊之战 宋军给辽军有力的反击 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 宋军和中原地区人民不可轻武 从此 辽军再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入侵 禅渊之盟后 宋辽边境干戈宁晰 贸易繁荣 人民生活安定 从积极抗敌到禅渊之盟 扣准公贯朝臣 让宋真宗对他更加敬重 这反而引起妥协派官僚的疾恨 有功之臣由此招来不测证 本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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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